第2集 循迹追踪 喂 隋家有人吗 开门开门 抄煤气了 抄煤气了 来了来了 别敲了 隋火根已经三天三夜不见人影了 阿婆 你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吗 谁知道啊 这些天不时的有人来找他 刚才还来过两个人 差一点把门都踢破了 他们找他为什么 这个火根欠了一屁股的债 都是来讨债的 阿婆 这是谁家养的鸽子 火根养的 这些鸽子也怪可怜的 有一顿没一顿 鸽子都皮包骨了 阿婆 谢谢你啊 谢谢 喂 探长 我是诸葛平啊 怎么说 隋火根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 三天三夜没有回家了 对 这可不是好消息啊 换句话说 小宝被隋火根绑架的可能性增加了 诶 诸葛 怎么办呢 呃 探长 我想请当地的警署配合 通过隋火根的社会关系来找他 大火落去啊 识不过带啊 那 探长 那你看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动脑子 你想想 这样这样 我们来个无罪推理 如果不是他绑架的话 他会在哪儿 那我觉得他会去棋牌室 诶 这个人啊 嗜毒好毒 诶 有道理的 哦 那我就要警署配合 检查一下附近的棋牌室 诶 诶 不过那个 总和 诶 诶 这个附近有没有桑拿浴室 桑拿浴室 好啊 有好几家 你先去桑拿浴室 诶 诶 到最高级的那个店的那家去查一查 到桑拿浴室去找隋火根 为什么 诶 你们没有买票 不能进去 闪开闪开 我们找人 对不起 你们这两人怎么 怎么自身自身阿俊 闯进去了你们 诶 阿平大哥 搜拿室里没有啊 池子里也没有啊 走 到休息室里去找 走走走走 走 小子果然在这儿啊 随虹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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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俗话说欠债还钱 少了少了 我有我有我有 你看这不是吗 一千块先还上 一千块 你打发叫花子 你他妈 哎呀 打死人了 累跳断了 这不是我只有一千块 听着 你还有 你还有房子 别别别别别拿别拿别拿 不拿不拿 钱再拿出来 question 大 kingdom 我杀手 有一点 你什么 你那你就 知道吗 二 像 是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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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警官好 小丁老师正在给五年级学生上明乐课 胡校长 小丁老师到你们学校来了几年了 两年 他从音乐学院明乐系毕业以后 先到明乐团工作了一年 然后应聘到我们学校来 胡校长 这我就不太好理解了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演奏人员 到乐团才是专业对抗 怎么到这来当小学老师了呢 乔警官的观念可需要更新了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没有大专以上的文凭 是不能当小学教师的 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 当小学教师很正常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小丁老师之所以应聘到学校来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他是养歌专家 当教师嘛 作息时间比较稳定 能保证照顾到他的歌子 据说他在乐团的时候呢 去巡回演出 尽管托人照顾呢 还是死了两支名种歌 是这样 胡校长 你对小丁老师的印象怎么样 八个字 工作认真 性格内向 他上班进教室 下班回歌社 既不交朋友也不娱乐 那他对孩子们呢 不错 对了胡晓晓 他的课一般都安排在什么时间 都安排在上午第四节 也就是十一点到十一点三课 星期六还上兴趣课 九点半到十一点三课 那上个星期六 他来上兴趣课了吗 上个星期六 因为他有事 调到星期天去了 哦 小丁老师上个星期六 没来上戏剧课 是的 他调课了 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呃 说是他父亲生日 他为他父亲过生日去 呃 胡校长 你知道他父亲 现在在干什么吗 知道 在劳改农场 他经常去探望他父亲 喂喂 是方厂长吗 我是803苗镇啊 呃 小苗啊 我又不见 有什么吩咐 你说吧 哎呦 不敢说吩咐啊 有一个叫丁石发的在你们那复刑吧 有 呃 表现不错的 已经减刑三年了 哦 上星期六是他生日 呃 麻烦您给我查一下 他儿子有没有到农场给他过生日啊 哎 用不到查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他没有来过 哦 是没有是吧 哦 哦 谢谢啊 小丁老师没去过农场 哎 小丁老师既有作案的动机 又有作案的时间 哎 我建议和小丁老师正面接触 行啊 啊 你们都疯了 正面接触 打草尖蛇 就会增加人质被杀害的可能啊 哎 这就要看我们会不会演戏了 演什么戏 双簧啊 小丁老师 小丁老师 没人 嗯 畅香结合物 一座独立的小楼 可是窝藏人质的好地方啊 哎 哎 你看 那边来了一个人 可能就是他 哎 哎 哎 你好 哎 你是小丁老师吧 哦 对 你们是 我们是杏歌协会杜秘书长介绍来的 哎呦 想不到啊 养歌专家这么年轻啊 哪里哪里 我们是向小丁老师求教养歌金的 哎 对啊 听杜秘书长介绍 最近小丁老师又得了长城放飞的第二名啊 赵梦发强 来请进吧 请进 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杨 他姓孙 我们两个呢 都是业余养歌爱好者 你们应该是警察吧 呃 呃 不是啊 我们买买了一对名种歌 想请你鉴定一下的 那你看 那只是道具 演戏的道具 乐家老太太的孙子失踪了 你们是来侦查我的吧 对 有点意思啊 现在不是我们侦查你 而是你在侦查我们了 我说错了吗 好吧 你 你说的多对 我们确实是警察 请请803 哦 那请问 你怎么知道的 是胡校长向你通的风 还是杜秘书长向你报的信 我呢 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 仅仅是个小学音乐老师 胡校长就算是我亲大爷 杜秘书长就算是我干爹的 也不会给我这么一个 无权无知又无钱的人 同工报训 好 请你们跟我来吧 呃 这座房子呢 一共有三间 呃 这间是我的卧室 呃 这间是我的书房 还有一间 饲料间 哦 对了 这边呢 还有一个大阳台 阳台上都是歌棚 你们检查吧 啊 没有必要了 小丁老师如此的坦然 那我们就开城布公吧 行 哦 对 喝点什么 茶 咖啡 还是啤酒 呃 不不不用了 谢谢啊 呃 你们随意 我喝啤酒了 好 小丁老师 你是怎么知道 乐老太的孙子失踪了 哦 我父亲的一个老同事呢 住在好家同一个小区里 他拿了好家的寻人启事 深更半夜的找到我这里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 曾经当着乐老太的面发过誓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那位老叔呢 害怕是我绑架了好小宝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那是我那个时候年少 无知血气方刚才讲这句话的 长大后明白了一些事理 知道乐老太把我父亲送进监牢 没有错 错在我父亲 好 那请你解释一下 把星期六的兴趣课调到星期天的原因 哦 星期六呢 是我父亲的生日 我十岁那年 我母亲去世了 我和父亲相依为命 尽管父亲犯了罪 但是亲情已久 今年是父亲的六十大寿 我请了至亲好友 在户西大酒家松柏亭为父亲诸寿 一共两周 哦 对了 这边 这个呢 是有奖发票 你们看一看 还有 这是我刚从照相馆取来的照片 寿子以下的座位是空着的 是留给父亲的 我准备给父亲寄去 我想犯罪的人 更需要亲情支撑 小丁老师 嗯 请你回答我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刑警的 哦 我不喜欢和别人交流 很少有人到我这里来 老叔深更半夜 拿了张学人启示 重提我十年前说过的事业 嗯 你们又突然造访 我一看就知道 你们并不是养个人 就本能的感觉到 你们是刑警 因为乐老太不可能不去报案的 也不可能不反映 十年前我讲过的那句话 你们在排莫线索时 肯定会把我列为重点对象的 这就叫做祸从口出 世上 如有祸悔药的话 我肯定一口吞下去 哦 现在对不起 时间到了 我要放飞鸽子了 哦 请便 行 我拿下二壶 哎 你不是要到阳台上去放鸽子吗 嗯 拿二壶干什么 这用不着上楼的 你们看了就明白了 好家伙 一听音乐 鸽子全都飞出棚了 哎 这鸽棚也不上锁 就是 训练有素的鸽子是用不着上锁的 哦 顺便告诉你们 你们拿来的那对道具鸽子不是名鸽 是一般的性格而已 啊 哎呀 肚子饿了吧 那是你自找的 我给你吃的 你不吃 你还要叫 看你可怜 还是给你喝一杯矿泉水吧 告诉你啊 我把你嘴上的风条给拿下来 你要是再哭再叫 我还得把你封起来 妈妈 妈妈 救救小猫 给我疼疼喝下去 那 把这点点心也吃下去 不许哭 不许叫 听见了没有 小条 嗯 江青 怎么了 哦 你们好着呢 嗯 你们两位真是了不起啊 被侦察对象一眼就看穿了 少见少见啊 好好好 好 好的 你们呢 在创造803的侦察律史 哎呦 好好好 你少说两句嘛 那个经验也是要积累 的嘛 对不对 又不是 好了好了 我们不讲那个 我们讲正题啊 至少我们发现 小丁老师的作案可能性 是被排除掉了 排除了吗 对啊 丁小军 那当然了 他既没有作案的时间 也没有作案的动机 哦 哦 好好好 那那我就放心了 哎 探长 啊 你看两条线索都已经断了 侦察陷入了危机 你反而放心了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哎呀 小猪哥你听我讲啊 这两条线索呢 一条是报复仇 一条是和好家相识的吸毒者 这两个啊 都是有杀害人质的潜在危险的 那 现在两条线索都排除了 人质被害的可能呢 也就少了许多 哎 对吧 探长 嗯 有道理 探长 那你说说下一步怎么办 休息 啊 休息啊 是啊 养经蓄锐 来来来来来 哦 根据我的判断 如果是绑架的话 今天晚上罪犯一定会服输水面 哦 一定会有所动作 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恶战 呦 探长 对你的英明判断 本人可是五体投地 喂喂喂 小猪哥 你含蓄一点好不好 别这么迟裸裸的 不是 我下面还有文章呢 什么文章 探长 哎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怎么知道 随火根在桑拿浴室里的 啊 你以为我凭感觉啊 啊 哎 他不是从好庶民的手里 拿了三千块钱了吗 对啊 是啊 拿了钱就一定要先去买粉 过把饮嘛 嗯 他过去不是腰缠万贯的小老板吗 是啊 这个小老板吗 他一定有桑拿的习惯了 人的行为都有惯性 所以我判断 他有可能过了毒品饮之后 到桑拿浴室去放松放松 哦 哎 地上学你听到了吗 嗯 千错万错 马屁不错 这高帽子一戴 咱们探长的经验之谈 就出来了 啊 说明说明 快快 电话 我接 震静啊 我接我接 哎呦 看你哆哆嗦嗦的样子 还是我来接 喂 喂 这里是郝家 我是郝小宝的奶奶 我 喂 怎么了 哎呀 奶奶 你的口气啊 把绑匪给吓住了 你应该让树铭接电话 是啊妈 哎呀 树铭 不是妈说你 事到临头 你看看 哎呀妈 别说了 我的心都碎了 好了树铭 别这样 你要顶住啊 哎呀 也难怪呢 你自出娘胎 没有经过什么风雨了 来来来来 我把饭菜又热了一遍 大家还是吃点啊 对对对 还是吃点 欧阳 把手机给我 我问问803去 喂 我是小宝的奶奶 哦 苗探长 你们那儿 有什么进展吗 哦 老妈妈 我们这里 已经排除了 师父跟和定家 作案的可能性了 哦 我们家电话铃又响了 我挂了啊 好的 哎 我来接 我来接 喂 喂 我是好树铭 小宝的父亲 喂 喂 说话呀 喂 苗探长 三分钟之内 已经有人第二次挂断电话了 如果是绑架者打的 那么 这是他对你们的心理战 他马上还会打电话来 最后小宝他妈妈接 如果他提条件 你们先答应下来 找一些理由 尽量把通话的时间延长一些 啊 哎 你们放心 我们就在你们身边 哦 好 我明白 那我就关机了啊 说明 苏芬 苗探长说 如果再有电话打进来 由苏芬去接 哦 好的 有什么要求 你先答应 尽量找一些理由 延长通话时间 好好好 哎呀 电话来了 喂 这里是好家 苏芬 是我 我是阿兰啊 哎呦 阿兰 哎呀 你把电话挂了 快挂电话 苏芬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怀孕了 我求求你了 挂电话 苏芬 你你怎么了 天哪 你挂电话呀 我挂电话 哎 苏芬 我告诉你啊 现在到海南道机票 非常便宜 我没通去旅游怎么样 苏芬 把电话给我 喂 阿兰 我是苏芬的婆婆 现在我们在等一个姓名交官的电话 我命令你马上挂上电话 我的妈呀 我马上挂 哎呦 谢谢 谢谢 根据苏芬的判断 犯罪嫌疑人要浮出水面了 好家这三天三夜的等待 要忍受多少煎熬 多大的伤痛 一支后勤 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飞翔的鸽子 第二集 寻技追踪